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拍片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開始沒有衣服穿了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很悶 所以我就出去逛街買一下衣服 經過Brandy Matthew的時候,只是打算買這些T恤 誰知發現原來他們的飾物很划算 帶了一對回家,最便宜20多元就有交易 所以不如跟大家開箱一下 順便分享平時我自己戴的衣服 因為很多人都問,尤其是這條頸鏈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不如先開箱,因為價錢實在太吸引了 我總共買了三對耳環兩條頸鏈 才$230左右,是不是很划算? 我買了三對耳環都是圈圈的款式 這對的圈是最大的 然後它有少少闊度 是一個雅金色 我帶一邊示範一下 它是非常簡約的 很簡單的一對耳環 然後如果下身是做一些背心 然後很歐美風格的話 它是很搭的 這對耳環是$56 然後這對耳環是珍珠款 $35,是不是很可愛? 帶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有少少優雅,但又不會太過隆重 如果上班或者約會去帶,我都覺得很適合 還有這一款小圈耳環 它是很簡單的 上面不是光滑的,有少少花紋 然後它是$28 說真的,它看上去不是一個花巧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款式 但是到夏天,一件正式的背心 再加上它,很簡單 一個小點綴已經很漂亮了 或者大家夏天去沙灘、遊船 你想帶耳環,但貴的又怕不見 然後碰到海水會弄到壞了 這雙28元粗帶底 除了耳環,我還買了兩條頸鏈 這條星星頸鏈是$42 究竟是我的頸太粗 還是它偏向比較速的長度呢? 它比鎖骨鏈更高 差不多可以拉著頸的長度 這一樣大家要留意 如果去他們的店鋪 這個沒得試的 就看你喜不喜歡比較短的頸鏈 這條是這次最貴的 $70 它一直串著很多珠珠的頸鏈 也讓大家看看它帶了上頸的效果 這款我覺得它搭圓領T恤不太漂亮 如果搭V領或背心 再加上一條長的頸鏈 應該是蠻好看的 對於它們的質素,我沒有要求 說真的,二十多元,幾十元 還想怎樣 外出買一杯珍珠奶茶 買一件小蛋糕 也比這雙28元的耳環還貴 所以過了一季之後 它變色、氧化 都算是意料中試的 如果沒有就更加划算 CP值極高 如果大家喜歡很多混合和合 搭配不同衣服 可以去看看它有很多款 戒指、手鏈、不同的頸鏈耳環 都是很多選擇的大家 有興趣去看看吧 我買得很開心 好了,開箱完之後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經常在影片出現 需要問到很高的飾物 一定要說的是我身上戴這條頸鏈 實在太多朋友留言問過了 它是來自一間IG店的生日石頸鏈 然後我戴的是今生十月的生日石蛋白石 不要想到這麼浪漫 24校女朋友 有一點是因為我覺得她的生日石 比自己9月那個 所以錯有錯著就把它掛在身上 除了現在穿這些高領、圓領看不到之外 如果是穿襯衣、V領、背心 它都是很鮮的 我戴了也有差不多三、四個月 完全是沒有變色、沒有氧化、沒有變黑的 我有一陣子洗完澡 洗澡我一定會脫頸鏈 但是我會放在廁所那裡 幾天之後潮濕完 它還是OK的 有一點變了沒有那麼亮 比起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它現在已經啞色了一點 但是大家看到在鏡頭還是很反光 很有光澤 但是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扣子 那個洞太小了 如果那些膠夾到現在這個長度 我已經扣不到 或者是我手殘 一定要金生或我媽媽幫忙 我試過自己扣 是15分鐘都完全扣不到 帶出來是很漂亮的 但是同樣 不是太擅長扣這些項鏈扣的話 那就要考慮一下 第二條要分享的項鏈 也是大家經常看到的這個圈圈 可是這是來自 dit 環環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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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的 看到嗎?是很快戴的 我現在的指甲已經很長了 它也不會卡住 它的款式是簡單的 就算是隨意也行 或者是你上班 有一點點場合需要正經一點的時候 它也能夠持有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都會在影片看到我戴這個 其實我還有它們其他的項鍊 放在這裡 這些我是亂丟的 沒有放在它們的袋子 它也是沒有變色的 沒有變黑的 完全還是金光閃閃 是很厲害的 還有大家經常看到我的 不是舉中指 是這個戒指 它也是Anna Luisa的 戴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它有一點點掉色的 你看到旁邊這裡沒有那麼金的 但是我是天天戴 洗手都會戴的 除了洗澡和睡覺我會除外 其他所有的時間我都戴著的 所以我覺得它保持的狀態也是不錯的 除了有一兩條 太長時間在廁所了 是我的錯 所以牌子上面有少少氧化 但是整條鏈還是很金色的 完全沒有變色的 就是牌子上面有少少啡色 後面這裡 還少 只有一顆 我覺得它已經很厲害了 它們不是很貴的 很多都是三位數字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雖然跟它們已經沒有合作的關係 但我也覺得是挺推薦的 最後應該是我手上這邊的戒指 都是很多人問的 但是我忘了它的牌子 是金山在希臣買給我 都戴了六年 它是半個圈碎石 然後另外一半就是淨色 一開始它是玫瑰金色的 但是戴了大約三年左右 就已經完全掉到變銀色了 那些石頭看不到夠細粒 所以我不懂這些價錢 range 沒有什麼研究 但是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順便分享這條手繩 我是24小時都戴著的 無論睡覺 洗澡、游水 全部都不會脫掉的 它是後面這裡 兩邊一塑就可以調長短的 你會看到有少少脫色 沒有之前那麼金色的 但是我大概都有年多的時間 所以可以接受的 大家看到前面這裡 其實有些都還是金色 還有它的珍珠 所有東西都沒有脫掉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它很輕 不會阻礙我做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一直戴著 沒有脫掉了 因為它比較幼 所以跟其他的飾物 就算我戴手鏈 或者手錶 然後水晶鏈 它都不會覺得奇怪 是很融入的 都是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自己又覺得戴了它之後 我個人多幸運 一直一直都沒有脫掉 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以前的影片 我是有另一條的 那條是戴了又是很多年之後 開始殘 我就換了這一條 繼續戴著它殘 我應該都是再換回這個珍珠款了 對了 那今天呢 這條影片比我想像中應該長了 原本我是打算再分享一些精品首飾 跟大家說一下故事 但是呢 我就不如在這裡先剪掉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譬如我第一對的Chanel耳環 那時候多少錢 然後想看Hermes的頸鏈 詳細一點的說法 然後有些比較便宜的幾百元 但是它是專貴的質素 還有我買過可能比較貴 但是它都有些特別的Chanel耳環 那些就留言告訴我 那下次有機會我都會再拍過 看大家的反應 那今天的飾物分享和開箱呢 來到這裡先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都是喜歡一些比較性價比高的飾物 然後之後平時可能戴的時候 不捨得戴這麼貴 都可以參考一下 全部都是比較相宜的價錢 然後我都覺得是很漂亮的 是不失禮的 那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否則是六更新 和否則是夜間收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Bye Bye 我來的 我來的影片 我來的影片 我來的影片